欢迎收看1月14号的彩晶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袁静 中国与美国准备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亚洲股市起落参半 马股则受到重植 银行及电力股套利拖累 全天下跌4.13点 币市报1580.60点 汇率方面 马币兑美元贬值至4.0730令吉 对人民币也走贬 接着有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印度霸马大马棕油闹得沸沸扬扬 关键人物首相敦马哈迪怎么看 敦马说大马确实需要想办法解决 印度停止进口大马棕油的危机 可是他也强调 有问题就要坦率地说出来 不能只考虑金钱问题 印度霸马风波不断 加上大豆油和大连棕油双双走低 拖累大马棕油期货 今天写下自去年5月以来 最大单日跌幅 全天急措87令吉或2.8% 每公吨收报3,05令吉 两天共丢了130令吉 政府一直以来都通过 所谓的黄金股控制着政府相关公司 而国库控股董事经理沙利尔认为 是时候改善这种制度 沙利尔表示 既然大马现在拥有良好的监管机构 政府也能够透过立法管制企业 那政府就应该放弃黄金股 因为政府官员不比公司懂事 更懂得经营企业 对此同场出现的敦马回应说 政府坚持掌握一些公司的黄金股 是为了在公司管理不善时 可以加以整顿 可是如果有必要 政府将考虑放弃黄金股 而一切必须是个别情况而定 伦敦食品早前面对 Desapotency公司提出清盘重请 要求该公司还清 2019年4月至6月期间 所拖欠的款项 总额达1640亿万令吉 伦敦食品今天宣布 将在下个星期二暂停股票交易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对于面临清盘申请 该公司承诺将充分合作 闭市时 伦敦食品大跌42%或2.5仙 收报3.5仙 成交量达5897万股 今天的财经到此 感谢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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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